中国简报 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5月8日 在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洞察 中国的海洋力量 驾驭全球航运主导地位的复杂性 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 中国的船舶建造能力 占了世界造船能力的40%强 从大宗商品 散装货物 建杂货工业制造品的海运量 来看中国关联的运输量 进口或者出口 占了世界总运量的60%至70% 可是从船队实际控制来看 这个定义就比较复杂 首先是注册地和实际控制人并不相同 比如一个中国民营企业 将其船队注册在巴拿马如何计算 到目前为止 世界前三位最大的船舶注册国 仍然巴拿马 利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 这些国家提供了方便注册 低税收注册地 甚至中国一些国企拥有的船队船舶 注册在这些国家 二 在船舶金融业务中 中国迅速成为了资金净出口国 一些国际大集装箱船队 比如法国的CMA和意大利 MSC所控制营运的船队中 很多名义船东是中国大型银行 所属的租赁公司 这也使得如何定义船舶 拥有人控制人变得更为复杂 三 中国实际控制的集装箱运输船队 因为该运输形态集中度高 大多数的研究认为 中国控制了约40%的集装箱运输量 其中包括中国沿海和中日韩 中国东南亚中东等支线运输 包括中非间运输 也包括中欧特别是中美间的干线运输 中美航线是运输量最大 竞争最激烈是最有代表性的运输航线 其意义远超中欧航线 但中美航线上 美国并没有任何控制的船队 前四名航运公司是马士基 丹麦 中远 CMA 法国 MSC 意大利和日本联运体等 还有长龙等中型公司 中国航线中运输量占有率 只不过约25% 中国对世界海运市场的影响控制力之一 本文作者杨天 海运企业家 中国简报特约专稿 加拿大寻求加入OCOS联盟 以帮助遏制中国 环球邮报 加拿大正在寻求加入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之间形成的 OCOS安全协定的非核部分 虽然该协议首次宣布时 加拿大缺席 但政府官员表示 该国有兴趣 根据该协议的第二个支柱 进行信息共享和技术开发 OCOS旨在对抗中国 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在扩大技术合作的意义上 被称为OCOS2.0 加拿大官员表示 政府内部正在努力让加拿大加入OCOS 印度在南海演习期间监督中国船只 彭博社 据一名政府官员称 中国军舰上周突然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军舰舰队 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的地点附近 原因不明 该报告发布之际 印度和新加坡共同举办了为期一周的 东盟印度海上演习的最后一天 来自不同国家的九艘船只和1800多名人员参加了演习 由于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战斗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 自2020年以来也有所上升 该地区被视为主要的商业渠道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海上原油贸易都经过该地区 前路漫漫 东京和首尔希望将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日本时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首尔 这是12年来的首次此类访问 岸田对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道歉持谨慎态度 此访有望给韩国总统尹熙岳带来提振 为改善两国关系增添更多动力 但是 虽然岸田和尹希望享受一次富有成果的峰会的成功 但尽管进展速度惊人 但两国关系仍然脆弱 岸田执政的自民党中的保守派议员批评了对韩国的和解举措 尹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仍然相对薄弱 其7日立场仍面临在野党和部分民众的抵制 这次访问不太可能改善他的国内立场 然而 像随着东亚外部环境的彻底转变 解冻将融入双边关系 两国面临共同的严峻挑战 例如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 因此两国关系的稳定很重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最新战争 胜利日假期前的袭击浪潮 路透射 俄罗斯增加了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 无人机和空袭 标志着胜利日之前的袭击升级 胜利日是纪念击败纳粹德国的节日 乌克兰军方表示 伊朗制造的Sherhead无人机昨晚被摧毁 此前袭击造成基辅至少5名居民受伤 基础设施 燃料库和建筑物受损 导弹瞄准目标后还导致 奥德萨三人受伤 食品仓库据报道 俄罗斯加强了对巴赫木特的炮击 希望在周二的胜利日之前占领它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将在越南生产电动汽车 路透射 根据越南政府的一份声明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 将其电动汽车制造和组装业务扩展到越南 比亚迪有意为投资程序创造有利条件 并提出组建本地供应链 向越南扩张将对越南电动汽车制造商 VanFest构成直接挑战 该公司于2019年开始销售汽车 并已宣布计划在美国和欧洲扩张 拜登政府淡化美中脱钩言论 彭博社 据彭博社报道 拜登政府需要向其盟友保证 他不会鼓励美国和中国经济之间的长期脱钩 据报道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在本周即将召开的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强化这一信息 总统拜登将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峰会上 与领导人进一步讨论 然而 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这一点 许多美国盟友和企业也怀疑 与中国经济脱钩会对他们造成重大破坏 我们是否正在梦游进入一场长期的全球衰退 日本时报 由于担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全球机构担心世界范围内的长期衰退 报告预测 今年全球GDP增速将停止增长2% 到2024年升至3% 然后在2030年前后降至2.2% 远低于2000年代3.5%的平均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 警告称 增长极低 风险增加和复苏不稳 可能会给各国带来严重损害 经合组织的预测略显悲观 声称 中国和印度大流行前的复苏将抵消日本 美国和欧洲的缓慢进展 随着中美关系矛盾的加剧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姆斯 预计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70% 尽管美联储3月份向流动性注入3000亿美元以稳定金融体系 但当前的经济放缓 加上全球供应链即将出现的分叉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中国称稳定中美关系势在必行 日积亚洲 在一系列错误言行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后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表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时强调 美方必须纠正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防止一个中国原则空心化 中国将在欧盟制裁中维护自身利益 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反对任何以中俄关系为借口损害贸易合作的行为 针对欧盟提议对涉嫌卷入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发言人表示 如果措施得到实施 中国将采取坚定行动保护自身利益 中国新任外长首次会见美国特使 彭博社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这是几周来中美之间最高级别的会晤 据报道 秦要求伯恩斯充当两国之间的桥梁 在两国关系紧张后 中国拒绝了美国要求恢复高层接触的请求 自从2月据称中国间谍气球据称在美国过境以来 这种关系已经加剧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安特尼·布林肯 取消了北京之行 这些国家还卷入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技术限制、台湾、制裁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秦将紧张局势升级归咎于美国 并指出最近的一系列错误言行破坏了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会晤以来取得的积极势头 截至发稿时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尚未回应置评请求 老年人在医院火灾中的死亡表明中国的养老服务短缺 纽约时报 北京一家医院的火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地下养老市场的担忧 长丰医院火灾造成29人死亡 包括老年和残疾患者并有23人受伤 这起火灾与潜在的非法养老有关 促使当地官员展开调查 随着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加上没有足够的护理设施开放 导致私人护理院和医院非法提供这些服务 一些人认为政府必须解决对护理的需求 这意味着要么让私营公司更容易这样做 要么政府提供更多的长期护理设施床位 中国的秘密航天器在执行了9个月的任务后返回地球 南华早报 中国最大的太空防御承包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宣布 无人驾驶航天器在轨道停留276天后安全返回地球 比其首飞时间长100多倍 虽然中国一直对该飞行器的研发细节保密 但一些专家推测它可能拥有先进的成像和传感设备 以收集潜在目标的情报或监测敏感的感兴趣区域 该航天器还有可能用于将小型卫星或其他军事和政府 有效载荷部署到轨道 包括通信卫星 导航系统或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无人驾驶航天器更便宜 而且它们的尺寸意味着它们可以用更小的火箭发射 扩大了潜在发射器的射程 从而降低了太空发射的成本 中国重返国际舞台 受到国家安全焦点的制约 路透社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日益关注 加上与美国的竞争 有可能扭转中国在大流行后与更广泛世界的接触 并将其与西方隔离开来 尽管中国官员试图强调该国对海外业务的开放性 但中国严厉的《反间谍法》更新和对一些海外公司的惩罚行动 在西方投资者中引起了不稳定的反应 此外 中国在乌克兰等地区促进和平的外交举措和尝试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 因为它拒绝谴责其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石油供应国莫斯科 中国地方政府与隐性债务作斗争 日今亚洲 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解决多年来一直在增加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加速增长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正成为当务之急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对金融体系和地方政府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构成风险 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高达数万亿元的无形负债表示担忧 中国4月出口料增长但增速放缓 前景充满挑战路透社调查 路透社 继3月份意外飙升14.8%后 预计4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 进口预计无增长 与上月相似 尽管在去年的COVID-19中断之后 中国仍有未完成的订单 但全球增长放缓正在使前景变得暗淡 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都处于衰退的边缘 此外 最近的一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报告显示 新出口订单急剧收缩 凸显出中国决策者和希望在COVID-19后 实现强劲复苏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将供应链和人口列为首要政策重点 彭博社 中国可能会出台 保护其供应链和人口增长的政策 习近平在一次备受瞩目的会议上表示 应该优先考虑出生率和供应链保护 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将在这些领域提出具体建议 一些专家预测措施 可能包括对制造业的补贴和更新教育政策 中国热衷于保护其供应链 特别是考虑到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并提高出生率 去年出生率出现60年来首次下降 中国三一重工压住海外需求推动增长 日今亚洲 中国市值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计划 加大对国外市场的关注 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该公司实现了创进路的海外收入 将采用通过本地招聘和投资高科技制造 来加强本地化的战略 此举将使三一重工与美国的卡特比勒 和日本的小松等竞争对手展开竞争 中国官方小报批评韩国大使馆的抗议性 这个问题是加剧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 外交脆弱性的最新事件 大使馆对一系列无理诽谤文章表示遗憾 外国驻华使馆公开批评当地媒体并不常见 此番言论是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2年来首次访问首尔之后发表的 标志着经过数十年的历史争端后 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日益升温 港股积蓄反弹 外汇基金录得125亿美元收益 南华早报 香港外汇基金在2023年第一季度 录得979亿港元125亿美元的回报 这是自2003年以来第四号的季度业绩 继734亿港元之后 强劲的收益是外汇基金投资业绩复苏的 延续2022年第四季度 该基金报告其香港股票投资33亿港元 其海外股票投资255亿港元 债券投资439亿港元 盈利能力的巨变是在2022年 创下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之后发生的 当时它亏损了2054亿港元 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一年 权力集中的问题 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业专栏作家 Rana Forroha表示 中国在包括制药和稀土矿产在内的主要全球供应链中的垄断力量代表着安全威胁和竞争力威胁 Froha认为 多年来 由于人为压低工资 中国无视环境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低价商品充斥全球市场 低价促使美国企业在中国本土化 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控制供应链的能力 Froha说 这种权力集中成为一个弱点 北京已经表明愿意在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的同时保护战略供应 他建议各国应制定四个规则 根据该规则 从食品到燃料 再到关键矿物和医药产品 任何国家或公司在市场关键领域的份额都不超过25% 由于行业不确定性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中国房地产债券承压 南华早报 Allian Global Investors表示 中国房地产债券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从北京三条红线政策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该保险公司负责亚洲固定收益业务的最高官员 希望投资者关注风险控制 而不是眼前的机会 围绕中国房地产美元债券的市场情绪仍然脆弱 在短期内 它可能不一定是分配风险的好地方 Jenny Zeng说 洲际交易所美银亚洲美元高收益企业中国发行人指数 今年迄今下跌4.9% 低于2月份的峰值 当时零疫情政策被取消 回报率高达65%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着跨城市 一二级市场的快速变化 通往新伊朗协议的道路 外交事务 随着与伊朗恢复2015年核协议的努力步履蹒跚 政策制定者呼吁采取新的外交方式 伊朗现在离拥有核武器仅一步之遥 这增加了西方大国制定替代战略的紧凑性 虽然前几届美国政府曾寻求与伊朗达成狭隘的交易性协议 但未来的谈判也必须解决地区紧张局势 一项大规模协议可以同时阻止伊朗干涉阿拉伯半岛及其核发展 同时吸引周边国家的支持 波斯湾和伊朗的阿拉伯军组织近年来一直在加强联系 以阻止袭击并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伊朗能够向国际社会承诺 它不会支持阿拉伯半岛的非国家行为者 海湾沿岸的所有国家都同意在荷燃料方面进行联合检查和合资企业 以及核不扩散条约的限制 可以精心设计一个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来解决核问题 世界正在关注这种全球伙伴关系的新发展 乌克兰能否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伸张正义 外交事务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起诉应对该国 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负有责任的俄罗斯领导人 该法庭将专门审判侵略罪 这明显无视联合国宪章的禁令关于使用武力 已经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 拥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 不能对非条约缔约国的国民提起侵略起诉 美国支持的漏洞允许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官员不受法院的管辖等等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认为 需要这样一个法庭来强化反对征服的规范 阻止未来的侵略者 并为战争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新法庭的拥护者不同意该机构的行事 但他们同意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不能在法庭上逍遥法外 许多人将此欢呼为新的纽伦宝石客 法庭以侵略最起诉战时领导人的先例很少 但国际律师指出二战后的国际军事法庭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未涵盖侵略罪 2010年解决该问题时 美国坚称法院不能对针对非规约缔约缔约国国民的侵略指控行使管辖权 罗马规约 几位专家曾预计 在可预见的未来 侵略罪将退到国际法律议程的后面 中国又逮捕了两名前足协官员 日经亚洲 中国足协前副主席和中超公司前董事长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这是中国足球领域更广泛打击腐败的一部分 至少有11名其他高级CFA官员和教练被卷入正在进行的调查中 神秘中国飞船时隔276天返回地球 日经亚洲 作为测试可重复使用太空技术任务的一部分 一艘无人驾驶的实验性中国航天器在轨道运行276天后成功返回地球 然而 自去年8月以来 关于该飞行器的技术 高度或轨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布 图像也尚未公开 专家推测 中国可能正在开发一种类似于美国空军X37B的航天器 这是一种可以一次在轨道上停留数年的无人驾驶航天飞机 在轨道运行900天后 最新的X37B任务于去年11月结束 我觉得自由 中国买家涌向泰国抢购豪宅 南华早报 中国对国际旅行的严格限制导致中国大陆投资者在海外包括泰国寻求房产的人数急剧增加 主要原因是在类似流行病 经济不稳定和对自由的渴望的情况下提供安全网 许多买家希望在比中国更轻松的环境中将第二套住房作为抚养孩子的地方 许多主要城市 如首都曼谷 北部山区的青迈 东海岸 海滩度假圣地巴迪亚和伊桑东北部地区最受欢迎 泰国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者已准备好购买价值更高的泰国房产 因为随着旅游业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这可能是他们在价格上涨之前的最后机会 泰国预计今年至少有500万中国游客 其中一些人准备购买房产 尽管这只是2019年4000万游客的一小部分 SVB的中国合资企业的命运悬而未决 金融时报 硅谷银行 SVB的中国合资伙伴普发硅谷银行的未来仍不明朗 因为硅谷银行在3月份倒闭后 为其合资企业的股份寻找买家 普发硅谷银行已成功证明 是向企业家和科技公司提供贷款的重要模式 监管障碍导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SPD的另一家合资伙伴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市政府之间的讨论实际上陷入停顿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